我现在在山东高密铁国队 这边有个供销社食堂 这个食堂非常知名其致大 虽然它是一个普通的供销社食堂 但是在它的门口 有一个牌子 我们仔细看这个牌子上写着什么牌子 日本人与触手不得入内 你们的狗 狗 我操你日本祖宗 饶了我呀 饶了我不敢 我不敢 一定要剥了他的皮 你听见没有 饶了你 今不剥了他就剥了你 你忍着点吧大哥 你忍着点吧 快 据我老家的人说 我罗汉爷爷是当了共产党 受指派收编各路地方武装一同抗日 我看过限制 限制在日军抓民夫累计四十万人次 修策章平公路 毁家河无数 杀人欲迁 刘罗汉 在青沙口前 被日军剥皮凌格示众 刘面无巨色 骂不绝口 至死方休 铁锅队 公销社食堂 我们看外面很普通的 那么一个怀旧风格的一个食堂 北大王庄公销社食堂 前面还有一个咸菜铺 北大王庄铁锅队 但是我们看在他的门柱的上 看到了吗 日本人与畜牲不得入内 好我们仔细看一看 日本人与畜牲不得入内 哇 太有鼓起了 点个赞吧 我们进来看看 发展经济 保证供应 哇 这种风格还是 更有年代的时候 你好 大叔 这个 还有意思 那个拍子 那谁写的那个拍子是 这个拍子 他很多年就带上本了 很多年了 是老爸 老爸怎么写上去的 一前楼公圈上去 就带上本 那就说最少有个五六十年了 差不多了 肯定是老爸对这个什么 对日本这个鬼子 比较有神仇大汉 完全是 大概第四十年左右吧 四十年左右了 四十年左右了 那个拍子 那个拍子 以前 广民是不是有日本人 以前在这地方主张 那肯定是有 少了不少 中国人应该是 哦 两个门神 我们看一下 哇 东力军 哎呀 真是 精通玉女 八十年代了 八十年代了 慢慢的会议 慢慢的会议 对吧 你们这个铁锅队 主要是有什么东西 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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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英国 铁锅的队 不是 是 是 用柴火烧 是 大概多少钱 一个人 那个多钱 有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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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周叶芳 这个是应该是 谁呀 曾楚红 刘德华 张学友 黎明 哎呀 李小龙 李小龙 今天 还没有时刻来 如果有时刻来的话 我们可以拍一拍 这个铁锅段里面 他们段的是什么东西 还装了空调 有个五六间包房 有个五六间包房 哎呀 每一个包房里面 都是墙面上都是贴的 满满的回忆啊 古惑仔 小燕子 刘德华 刘德华 我们看 看这些老报纸 整个房间 适合70后 60后的人来吃 比较有感觉 这还有大卡带录音机 这还有 发展经济 保证供应 卡带录音机 我们现在 现在对人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了吧 这叫卡带录音机 哇 那以前家里面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简直是时髦的很 啊 Lot today 这里 啊 你看我们这上面有一些 装兴折的 哇 仙剑七侠传 以前游戏 游戏的录音 你看游戏 那边的 苏友鹏的 啊 滚石 看到没有 张雨的 哇 中华民谣大全 这是录像带 现在 80后90后 估计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了 嗯 60后才会 有这个记忆 这条线 就是 这条线 就是交集铁路线 这个交集铁路线 到现在还得用哈 啊 这个 货运 客运 高铁都是走这条线 前面呢 是一个铁路的一个地道 啊 这个环境是 这个样子 这个发现呢 就在这个铁路线的旁边 鬼大王庄 铁锅队 啊 这边也 营业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9点 那主要是烤羊蹄 小羊肉 五花肉 精肉 鸡心 鸡尖 鸡针 小干鱼 价格都不算贵啊 这边搞烧烤 这边画了一幅画 一个掌柜的 坐在柜子前经营 哎 挺有味道 这边画的是咸泰铺 非常有回忆感的 这么一个小店 小饭店 这都是包房 一线是过油的东西 就是现在给捷铺了 就是现在给捷铺了 但是基本上这个风格 没什么到的地方 因为 这个片子因为把它折下来啊 按这个样子 嗯 挺好 不过觉得这个片子里的时候 到时候要来抄一抄 这儿不得烦 为什么会立这么一个牌子呢 我们刚才找老板没找到 和这个大爷了解了一下 这个牌子在这里 最立了最少有三十年了 那么因为呢 高米这个地方 以前是一个交通要道 这里有铁路有公路 同经日本人占领 这个山东的时候 这个铁路线 这一线日本人全部都占领了 其中了高米就是 日本人占领了很长的时间 图烧了很多中国人 所以说当地人啊 对对日本啊 特别的仇恨 我估计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说呢 就立了那个牌子 日本人有助手 非常有骨气 大家觉得这个牌子立得怎么样 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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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